小米专卖店门锁后 六名身形明显瘦小的黑衣青年 飞速跑到展示架 几乎是一秒一个 把手机平板一个个塞到包包里 听到警报声 六人也没特别慌张 专挑店里最新最贵的电子产品下手 短短30秒 他们拿走了25部手机 两台平板电脑和两台米级型电脑 窃贼偷得快警察抓得也快 根据监视器影像巡线搜索 案发后15小时宣布破案 因为犯案的五男一女 个头明显小了成年人一号 而且还带着书包 警方一查 通通是未满16岁的辍学生 未成年组团 凌晨洗劫小米专卖店 根据大陆法律 他们不用承担刑事和民事责任 不过就算他们没被抓 他们拿走的产品 其实都被锁定在展示模式 店家没解锁前根本也用不了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事